今天新闻 政府将收紧程序 确保不赞同我国宗教和谐价值观的外国传教士 不得进入新加坡宣教 内政部也在探讨是否需要扩大法律权限 以便更快地对仇恨言论作出反应 当局也将检讨维持宗教和谐法令 以防排外和隔离主义宗教教义在本地浮现 内政监律政部长上木根就议员提出的反恐动议 发言时指出 国际和区域事件可能对我国造成冲击 加深我国所面对的恐怖威胁 我国除了面对区域激进化分子的威胁 国内自我激进化问题也确实存在 部长说 目前有三个新加坡人 参加一国组织在中东的战役 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的人也有所增加 自2015年以来 超过40名外籍劳工和女佣 受到一国组织文宣影响而激进化 部长透露 通过社区防恐的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推行大约一年来 已经有近100万台电子设备 安装了SG Secure应用程序 举行了38次紧急应变日活动 16个邻里推展过危机应对模拟演习 当局还到超过160所学校发问宣导 部长说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另一个环节 是建立具韧性的社会 让国人在遭遇恐袭后能振作并团结一致 部长也说 国人不应该对异族或其他宗教存有狭隘观念 政府也不允许一些不了解我国国情的外国宗教传教士 到本地传授可能造成我国社会分化的教义 部长指出 恐怖主义威胁短期内不会消失 也威胁多元宗教及和谐社会的存在 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